大家好,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播客,我是网友。 在这篇播客中,我们的主题是排解压力,一个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题。 接下来的时间里,我们将一起探讨压力是什么,它的来源,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危害,以及我们如何有效地排除它。 首先,让我们谈谈什么是压力。压力,简而言之,是对外界环境挑战的反应。 当我们面对一个需要立即响应的情况时,我们的身体会启动所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。 这个过程中,我们体内会释放一系列的激素,如皮至唇,让我们的心跳加速,血压上升,为我们提供额外的能量和警觉性。 这种机制在短期内帮助我们应对威胁,但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,它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。 现代生活中,压力的来源无处不在,工作和学业常常是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,特别是在面临紧迫的截止日期,高工作量或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时。 社会和家庭也可能成为压力的根源,无论是来自于社交媒体上的比较,人际关系的紧张,还是家庭责任的重负。 此外,经济状况,如财务困难和生活成本的上升,以及健康问题,都可能成为造成压力的因素。 那么,压力对我们有哪些危害呢? 长期的压力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多方面的影响。 它可能导致焦虑、抑郁和睡眠问题,影响我们的情绪稳定和心理健康。 身体方面,压力可以引起心血管疾病、消化问题,甚至免疫系统功能下降, 使我们更易受到疾病的侵袭。 面对压力,我们如何有效地排除它呢? 首先,识别和接受压力的存在是第一步。 然后,采取积极的方法来管理压力,比如定期进行身体锻炼。 这不仅可以改善我们的身体健康,还能释放压力。 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,确保充足的睡眠,也是非常重要的。 此外,学习放松技巧,如深呼吸、冥想或瑜伽,可以帮助我们减轻心理上的压力。 最后,寻求支持,无论是和朋友、家人交谈,还是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,都是应对压力的有效方式。 压力是现代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,但通过正确的管理和应对策略,我们可以减轻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。 记住,关心自己的健康和福祉是至关重要的,而学会管理压力,正是保护我们身心健康的一种方式。 感谢您的收听,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,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